你这是要给我个惊喜 你还干吗 小金刚正在我家里背书 听说你搬来做邻居了 我去过来看看 背书 背书两个人一起背嘛 我看你是有什么企图吧 企图你个鬼啊 余盛姐 你搬过来是开玩笑的吧 当然不是开玩笑的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好邻居了 你放着好好的别说不住 跑回来住这么小的房子 你家 该不会破产了吧 你想什么呢你 我倒是想破产 我爸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 那你为什么要搬家呀 你被你爸爸赶出来了 我还不是为了和你 和你一起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行 那你好好体验吧 我回去学习了 小金刚 我这刚搬来家里特别乱 你帮我去收拾一下吧 我顺便带你参观一下我的新家 可是我还要和季涵一起学洗脑路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就没做过家务 如果你不帮我收拾 我今天晚上就要睡地板了 你可以请保洁 我不知道怎么请保洁 五四宝洁公司 175-189-0123 我不想请保洁 为什么呀 我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来体验生活的 普通人会随便请保洁吗 不会 对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 我打死也不会请保洁 如果你忍心看我今天 往睡地板的话 你就走吧 我 季涵 要不我帮他收拾收拾 我很快的 我收拾完 立马回去找你背书 好 随便 拜拜 走走走 帮我收拾了 小星光 你最好 最好 来 费一败 余晰姐 你搬家这事 你爸妈知道吗 他们 他们忙着赚钱的管不着我 但是我觉得吧 你还是要跟你爸妈说一下 不就好 说什么呀 他们不管我 我也不管他们 大家都自在 我没办法 给你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 你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 我帮助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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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助 赶紧收拾去吧 走 好了 我该回去学习了 等一下 我家钥匙你拿一把 你家钥匙给我干吗 我不要 你拿着吧 放在你那儿备用 万一哪天 我把钥匙弄丢了 找你拿就行 省得再去花钱找开锁 那好吧 我先替你保管账啊 好 走吧 拜拜 好 季寒 我暴雨睡觉打算好卫生了 我们继续学 今天的学习到此为止 已经结束了吗 可是平时 没这么早呀 早啊 丁寒 咋了 小金刚 咋了 小金刚 昨天多亏了你帮我收拾啊 我才睡得那么甜 那么香 小事情不追踢 我家那个钥匙啊 你可千万要帮我收 千万不要弄丢了 放心 在这儿丢不了 好 小金刚 今天坐我车上学吧 我让司机来接我了 不用了 我走路就习惯了 别客气嘛 都是一条路 而且你昨天那么帮我 我也得好好感谢你一下 走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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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 小金刚 小金刚 哎呀 我在这儿呢 哎 老大 你怎么和小金刚 一起来上学啊 我搬家啦 老大 你家以前就是别墅 现在该不会搬去 超级豪材了吧 让让 大早上的挡什么路 别人不上学的吗 这么大一片路 不够你走吗 不够 哼